这样来宣传观光景点的 当地的军民说 外形看起来很像墓碑也引发了反弹 最近就更发现 八八水灾之后有民众去涂鸦 上面就写着 马总统救灾无能 阿斗总统不知灾民苦 这样的一些字样 路过民众认为发泄情绪 应该要另外找管道 不应该破坏的公武 人行道上介绍观光景点的石碑 背面竟然被写上 阿斗总统救灾无能的大字 走过路过实在很难不去注意 有点偏激的 偏激的感觉 如果今天有不满的话 有时候要投诉的话 还是要走正常管道 这样破坏市容 我觉得这也是 纳税人花钱在做维护的 八八水灾民众对马总统不满 把气出在市政府规划的人行道上 连电线杆公车后车亭 无意信免被写满谩骂自演 而且地点就在北屯区公所对面 那毕竟这算是公务吧 就是不可以就这样 就是自己情绪不好就寻泄在上面 负责美化工程的人员 赶紧用颜料把布雅的字样涂掉 市政府在重德路三段 规划人行道绿美化工程 尽管石碑被居民笑成像墓碑 但经过民众任意涂鸦后 让这条人行道变得更加冷清 三连新闻拍展陈建民台中报道 好来看到这个最新消息 是前台店的